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比特币的公开课 这个课程是由BTCKB CKB DApps 还有DiscoCollapse OpenBuilder 登镇社区 Rebase CDAO 共同组织的比特币线上公开课 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堂课 我们把今天和明天的课程合并在一起 本七七老师是给我们带来 比特币的原生的脚本与扩容方案 本七七老师是DiscoCollapse的发起人 他对JK和比特币都很有研究 也是那个Tablet Assets和Stanet的贡献者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本七七老师 大家好 感谢刚才这个Tenny兄的一个介绍 今天要带来课程 可能跟路线上有些不一样 可能这个个人会重点去跟大家去讲 通道网络的一个设计的现状 就是其实也就是说现在的闪电网络的一个设计 还有他的一些改进的方案的方向 他如何去实现这些改进的 然后当下的改进的有哪些 然后分别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些什么经典的设计 那我就不知道是分析这一部分 对啊 我看到这边上面其实还有就像 UTXO sidechain 然后跟Type Assets的内容 这两部分内容其实在我们Discoco的一个上面是有一部分的分享的 就是关于资产附列的分享 中间Type Assets跟其他类型资产的差异 我觉得讲的还是比较清晰 我们今天讲完之后 如果有兴趣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在这回答 还有是UTXO sidechain 其实我想的话 前几天就是像CKB的分享的话 应该都是偏向有这个的 所以说我就想这个相对可以省略 因为他们做UTXO sidechain CKB应该是当下国内 他们应该是最专业的 我们今天就要专注的是关于现在通道网络 就是闪电网络的一个设计 因为今天的内容的话 可能相对前几天的话 它是跟偏技术内容 可能就看得有个假设的面向人群的话 可能是偏向有些有些扣定经验的同学 就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就需要一些前置知识 所以是前置识 我们可以放的比较非常少少 比如一个sig hash 我现在这前几天 如果说有同学好像看到过 psbt的课程内容的 应该肯定对这个东西也不会陌生 在psbt中 我们如果是某一个输入 对于某个指定输出 或者是哪些指定输入 指定输出 它的签名的作用范围 对于sig hash的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认知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sig hash 或sig hash 这些的日容的话 待会我们如果讲到的地方 要用的时候 反正会来跟大家去再讲 还是UTXO的结构 因为对于闪电网络来讲 闪电网络其实就是链下的比特币 它的手用的UTXO结构 跟比特币没有任何差异 而且它也不没有这几个V 理论上来说 闪电网络仅仅只是在链下的一堆TX 你预先自己的链下签订的TX 直接链下签订跟别人的一个合约 并没有 就是闪电网络 也就是说闪电网络这一层 不像是通常大家去所想的 我们可能会有个什么smart contract 或者还会有对应smart contract 什么语言 所以我们去开发 它也没有所谓的 自己上面的一个存储 它其实有的只是 你用户自己托管 给自己的用户个人的存储 就是你可以更多的 把闪电网络可以理解成 一种payment的infra 就是说它专门去用 但目前来看 是专门去做支付相关的 在payment的一个infra 而不是一个链 还是就是契约 covenant 我不知道前面前几天 有没有 cgb同时去提到这个内容 所以如果说是对于这个 内容有了解就知道 在对比特币的vm来说 就是它像type proof升级之后 大家用type proofscript vm 是跟原来的bitcoin的vm script vm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作为一种使用是逆波兰表示法的这种stack 我提到vm来说 全部都是只有这种简单的 要么就是把某组数据推到站上 要么就是把某些数据进行计算再反推回站上 我们有的仅有如此 所以说现在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介绍的 说中简介介绍了的不是opcat 那会有提到 那但我们会主要讲是optx optx opctv 这些都是说 目前被用于闪电网络升级的opcast的提案 但是它并没有被正式列为bitcoin的一个升级提案 但是如果大家去看bitcoin的邮件 还有 你去看现在bitcoin的开发的一个论坛里面 就有个topic叫l enhance 就是说闪电网络升级的 集合里面大家会看到这些相关提案的身影 它怎么去作用到闪电网络外来升级 后来我们也会讲到 后来我们可以先讲一下 我们现在其实第一部分就是闪电网络的一个设计的现状 当下闪电网络其实就是基于惩罚的一个网络设计 它其实核心的设计来源来自于两个契约code 一个就是cltv 跟还有一个就是csv 其实如果你去看闪电网络出现在bitcoin前后 那仅仅只是因为这两个opcode的升级被提出 然后实现了随后我们就得到了闪电网络 在就看起来庞大的闪电网络 其实他们的发起的根源就是 来源这两个操作原语 一个是对于cltv是对于是绝对的超时时间 这个在用在什么时候呢 在finding transaction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另外一个人我们提取了一笔交易 然后我们在finding transaction它被理论上被luck在这个 因为它是个多签地址 也理论上对方有可能不会配合你去把它提出 那怎么去解决呢 但是那我们就有一个绝对的时间绝对时间是我们在 比如说发起这个交易之后 多少时间之前我们都不能把这笔钱给提走 就是像seq sequence seq sequence的话其实跟cltv是相对不一样 它是说是一个相对时间送 就是说如果说你去看到某一笔交易 它同时可能有cltv跟csv 那它的最后结果时间是怎么样子呢 那就是在绝对时间的这个基础之上 加上这个sequence verify 但是它也可能是从某一个被打包到比特币网络的一个时间 在这个闪电网络的应用里面 我们当下的这个闪电网络 我们就不讲它的时间细节 我们也想今天观众可能很多 他也不会说是特别了解比特币 我们其实要了解 就是当前的这些seq sequence 它就实现了 htlc在整个闪电网络用的传输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主要是 闪电网络的组络会去升级 它当下的闪电网络 为什么会被称为非对称的闪电网络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惩罚机制 但我每次就提出闪电网络 它在电线上是如何去更新状态的 闪电网络在它的开始 就是方丁传输案行 比如说我是Alice跟Bob Alice有两个比特币 Bob有三个比特币 Alice跟Bob都把这个比特币 交给到一个多签地址上 那这墓圈地址上就会有五个比特币 在这个里面 我们方丁传输案行 也就是通道接你的开始 那在这个通道的进程的过程中 就每一次Alice跟Bob 再练下去更新一次状态 这是共同认可一个的时候 其实是双方都去签了一个 Permit的选择 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听过很多 编的叫承诺交易 但是的话 这个其实相对是用了什么的 其实是用的是我们要用的撤销私钥 每一次我当 它其实是一个 为什么说这里是一个非对称的签名呢 因为我们每一次签署 交换完惩罚私钥之后 如果说我们中间我发现 对方提前把某一笔对它有利的提杀 放到了网上 我通过Watch Tower发现之后 我是可以立即用惩罚私钥 把它的一个笔钱给全都剔走了 也就是说当时Alice跟Bob 一共放了五个比特币在通道里面 但是通过惩罚私钥 在某一笔 Alice发现它可以来到四个比特币 Alice就来到一个比特币的时候 Bob他倾向于可能把这个旧的状态 公布到网 叫公布到Bcoin主网链上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Alice通过Watch Tower发现之后 就可以通过惩罚私钥 就把所有的比特币 比如说说Bob呢 期望是他可以得到四 然后Alice得到一 他就通过这个攻击 但Alice可以是直接使用 审罚私钥 立刻得到五 但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通过审罚交易的机制 他首先他就带来了一个 必须要带来一个设计 就叫Watch Tower 因为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把旧的交易放到链上 因为我们两个在链下 掌握了这种旧的交易 始终都是可以生效的 就算说如果我没有发现的话 你把它放到链上 到了规定的时间之后 你就是可以得到这笔钱 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情况会误伤呢 比如说我把这笔钱发到了链上 然后放链在行建立了 通道已经建立了 然后咱们俩突然就是在链下 我就是我周围Bob 我就失去 就可能就断网了 但这可能断网就一断这好几天 结果在这个时间过程中 Alice觉得我已经离线了 他想把我们刚才在链下交易到最新的状态发到网上 对于他来说 他觉得这个可能我也不会再上线 他可能也不是想攻击我 他发的也确实是最新的那一个 但是呢 我这个时候突然我的联网上线了 发现了Alice在做这个事情 那我就可以立即通过惩罚 他私要把Alice的前线车人物给拉走 说明在watch tower里面 他的假设就是通 不仅就是在飞对圣的网络设计里面 在飞对圣的这种签名的过程中 不仅带来了我们必须得每个用户 就不运行watch tower 因为你当下例子发现了 如果我们不运行watch tower 是危险的 我们可能发现不到对方在攻击自己 但是因为我们都要去运行watch tower 这种离线的 你很难说清楚 对方是不是有意无意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旧的这种状态都可以生效 并不是说我们进展到了某一个地方 你会可以把状态给锁定 在电下是无法锁定的 那其实正通过这样子 后面的所有的这种通道设计 其实都是在完成一个所谓的对称设计 对称设计其实很简单 顾名思义就是说 双方的交易的条件始终是对等的 他们没有说说 谁在某个交易的某个阶段里面 是处于优势地位 当前的经典 我们现在所用所有权料 其实它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 它是有可能在部分的一个 你不如把理行政状态机的话 它有些状态里面 对于我们专业双方 它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所以是首先来说 我们可以讲最经典的 也是比较老的一个生计体验 叫L2 L2的话 其实就是它可以相关的 这个BIP是BIP118 就是对应的 在最早的SIG HASH No Input 或者现在就会叫NAPRU 其实就是说 我们就是只管我们的输出 不管我们的输入 然后通过State number来保证 这状态的更新 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 就我们刚才在链下状态的 在惩罚交易闪电网机制里面 我们是通过交换链下的承诺机制 交换承诺惩罚私钥 来不断的推进链下的更新 那在L2模型里面 你可以想象是每一次我们的版本的 链下的版本的UTXO的更新 它的版本就更新了 版本加一 在这个状态上面 它是用了什么来存储我们的状态编号 因为我们知道UTXO就这么大 对吧 我们可以回顾到现在刚才我们说的地方 就是NACTIE 就是这个字的 这个字段我们可以从NACTIE 每次它在链下更新之后 我们加一来做这个 但是这样子它有一个什么要求 说当为什么可以做到对称 当如果有人他想要把某个 他觉得对他有优势的一个旧的状态 发布到bcoin链上进行攻击的时候 那么任何在使用这个YouTube模型的 就是任何之一的watch tower 或者只有一个watch tower也可以 我们发现了它已经发射到链上 我们把最新的状态提交上去 因为这个版本号的设计的 本身的缘故可以直接把它复 说版本号把它更新跟覆盖的 但是它用交易的折叠 就必须得建立在刚才我们说的BIP118之上 然后这种状态更新的机制 就相当于是说就比较好理解了 就相当于是我们每进行一个新的状态 都在打一个版本 但是它这种带来的机制 还有一个潜台词是什么 潜台词就是它是一个shear的UTXO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图 怎么去说呢 说它的这种机制 跟刚才我们聊的这种不一样 刚才我们聊了像这种基础惩罚机制 它是一个非对称 大部分时候其实在一个通道里面 就是只有双方 只有两方在这个模型里面 因为多了之后其实很难去扩住 因为多了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它的招联 把cell的交换会变得非常复杂 所以说在这个里头 你会发现大家其实用的 新的概念叫shear的UTXO 就引出这个概念 其实现在不管是闪亮网工厂 还是目前大家讨论 所用CoinPol这种概念 其实都是从A2这里引发的 在这种对称的设计上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个问题 就是即便我们解决了 刚才我们说的 它的链下这种更新的这种问题 只是降低它的复杂性 那还能不能进一步降低它的gas费 就是说新的一种 Lior2模型 但是如果说我们都在同一个 当然因为我们这不同的UTXO里面 我们就是需要跨UTXO 我们都要剪通道 可以跨过通道去做 跨过传统的这种像liquidity的通道 那就可以使用shareUTXO 在shareUTXO如果多方参与的资金池里面 那我们是多方我们去传交易 我跟都在这池子里时候 Ice跟Bob再去交易 他就不用专门去做这种池子 因为对他来说 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当初 我们所用的这个输入 来把我们资金进行一个重新的分配 任何一个人他如果想退出的话 为做t差就可以了 那有没有问题呢 当然有 问题在这里很简单 在shareUTXO虽然说是解决了 就是说我们同时解决了如何去在链下 升级一个UTXO的版本 也解决了他就惩罚交易 两多方面的这个复杂问题 但是怎么去做到离线呢 因为如果说一旦你要用到某个人的资金 他可能不在线 比如说你这个UTXO input 你有签笔 他刚好要用到这种两笔 有人如果不在线 没有他的签名 你收集不到这个签名 那你就无法更新 就被卡住了 所以说其实有些人就反而还允许提出个新的个体验 叫OP evicted 就是说我这个通道更新之后 有人就 但是没有后期不到的签名 对吧 我们不可能这Layer2我们就停滞了 不再更新 那我们就再起一个OP code 把它给踢出去 如果说你不更新 那我们超时用机板踢出去 就类似于什么效果呢 假如你在一个MM的传统的UNISOVMMPo里面 对吧 你staking了一个一笔钱 对吧 你staking了一笔钱 你往里面存了一笔钱 这个时候有人要用到你流动性 但是他你又不在线 你没办法给他签名 对吧 他就只能把你从这流动性池里踢出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太友好的一个事情 对就可以可见这种新的设计 还是会有他自己的一个限制 对于通道设计的话 他还有会有说是基于7UA的covenance 就刚才我们说的 基于covenance怎么去理解呢 我相信可能cgp的 我看到cgp文档 他们也会有些关于7UA的升级 应该看是UTXO的model 但是他们我看到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类似我们把一笔TX的 就UTXO看作一笔T 就这里的图 我们把一笔UTXO 它一input跟output都看出 这样一个固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说是 我们当然要去解锁未来的一笔TX 我们要希望它满足某些条件 那怎么做呢 因为stack的有这个element的size 又是受限的 那最好我们就是用些hash 那怎么说呢 我们就把一些字段 就是UTXO input的某些字段 比如说sequence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venue 甚至说你有些时候对吧 那像TXO 我们可以把op return的数据也给推进去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数值推到bitcoin的stack的站上 进行hash运算 让它去比对跟我们之前 发起这个通道交易的data是否是一致的 比如说这个可能还太抽象了 我来举一个要列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就是几个最简单的在传统闪电网络的例子里面 叫刘之富 在传统的刘之富里面对吧 比如说我们要把要去跟我们看一个 看纪念第一子我们看上电影吧 每看一分钟我们付给赖飞一美金 一个电影一共有120分钟 那我们每看一分钟 我们通过这种在线的交互 就可以原来的闪电网络 我们在线签一笔 每次就签发一笔 面下交换一次给它一美金 每次都是这样子 那有没有一种非交互式的设计呢 那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通过ctv 我们直接承诺出 承诺出一 有意通过typeroot 承诺出有120种可能性的输出 可能是是有1到120 我们在这个输出里面 那我们就再配合一个 这是我们所有可能性的输出的方式 那你要过来付我钱 那你就是从这里面选择一个 那你是选择了一个 那是你每次过来的时候 你看到哪里了之后 我就给一个 你就签署到某一个signature 如果说我拿到你这个signature 我觉得OK确实是如此 那你就解锁 就释放下一笔 说ctv它只是一个比对txhass 但是你如果说你发现没有 因为它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因为我有可能看了60 你说70 那还是要去做一个控制跟选择 才能达到对称 那是什么 就是从check signature from stack 通过csfs这个契约元宇来实现 就你可以当下看到现在很多是流行的一些painment 破路口他们不在使用这个设计 比如说像ark诸如此类的这种设计 他们都在提认出 就中间有一种可能性去实现了 他们的就是ctv加csfs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ctv这个thass运算的一个围代码 其实很简单 你会发现 其实就是把刚才我们说的像utx的一些部分的字段给推到了战人 推也没推到战上的 而直接是在操作原语里面直接把它serialize到一起 然后下256直接把hassie值上推回战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运算 这是对于ctv的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就是BIP119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至于这个 他是J.R.Robin提出的 这个东西应该说是他当下除了opcat之外呼声最高的一个区域模型 但这种区域模型它还是有它的反面 就是你也看到 为什么我们会展示这一段代码呢 你会发现它的这些区域原语的template模型是固定在某个固定的字段上 我只能说是我的outputssequences 这些是一致的 我们才能让它去解锁 那有没有可能说是我们对output上面的 上甚至output里面我们知道了像现在我们流行的这些名文 比如说讲大家感兴趣 现在我们流行的名文 还有我们流行的其他的一些像诸如此类的Roonings 像Odinor他们就很多其实Odinor是在witness 像Roonings是op return 如果我们在op return里面 我怎么能说是因为我们的Bitcoin只能去减少的是Bitcoin自己的代币的状态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结算一笔 像Roonings甚至说RGB++对吧 这种代币的我们在入手寄于op return的 怎么去做呢 如果说我们能把op return也能够推到站上或者做一次哈希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在类似CTY的操作里面就可以去做到 那怎么去做呢 T恰恰恰恰就是CTY怎么差異呢 其实它的实现里面是多了一个叫field selector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Bit研码 就是说那个CountryBug的研码字段 我们可以说决定我们要把哪些字段给推进 就是在script的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决定通过研码字段我们决定 我们要把哪些字段推到站上进行计算 如果说可以推到的话 我们可以任意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output也可以作为这种结算的要求之一 当然output就是结算交易之一 那output的op return 那就是可以的 那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结算 output hash 或者说类似于opt也行 去去结算出一个什么呢 可以结算出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染色币 或者说是 Ominar 这些都可以 就可以避免要开源的这个问题 这是在另外一种 闪电网络的一种升级方案体验面 它顺便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说结算这些符名文 为什么output也可以扩展此类的template呢 就是跟大家很多人去看的 现在output理解的是当前聊得比较活着的 bwm 对吧 那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叠加值 去做一些类似是那么可运算的这种 而对于这种template交易来说 是怎么去做呢 那就刚才我们所说的 因为要么我们是选择部分字段 要么就是说我们像ctway上 我们固定某个几个字段去做 其实都是还是不够灵活 那还有什么更灵活的 我们通过这种opcat 比如说我先推进像op optX 我先推进去两个input中其中几些字段 然后再推进op的这些字段 把它粘在一起 从opcat我把它加法 我把它做一次加法 我把它粘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下一下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同时对一些条件 来做这种template 在站里面的运算的方式 很非常非常灵活的 去做这种template的限制 还可以这种子的话 可以说是解锁的 UTXO的类型 可以说更出花样 可能都不仅仅是这种燃色币的 不当前用这种油的 我们可以同时去 我们甚至可以同时去定制到 witness跟official tender 是可以的 但刚才我们讲到的 所有这些信息方案 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一种 就是问题 它是有个怪圈的 它的怪圈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怪圈 每当我们去用这种契约模型去升级 就我们闪电网络 大家已经习惯了对吧 像刚才我们最早就提到了这点 闪电网络一开始 它的是在升级上面 就用COTV跟CSV的方式 我们通过这种操纵码的方式 引入操纵码的方式 来升级闪电网络 这种想法在今天的闪电网络上 也是都是这样讨论的 要不然也不会刚才我们 介绍了这么多的操纵码 但是这种方向它是有个问题 它是不是就像一个 跳跌倒进兔子洞 掉进一个怪圈一样 你再也出不来了 因为总会有更灵活的 操纵码的出现 比如说我们今天 有最早像好几年前 提出了BIP119CTV 我们又有了后面的一些人 提出觉得CTV不够灵活 我们要提出Hash 还有些人觉得 CH还不够灵活 我要直接把Coin的UTXO字段 推到链上 我要OPTX 对吧 但是这种讨论里面 会发生是就没完没了了 我们每当遇到这种问题 我们就会想要去发明一个新的操纵码 给予我们一些灵活性 让我们去方便后面的 在闪亮网络中的编程 就像刚才我们的一条 E2模型一样 为了防止有人不签名 状态无法推进 我们是还要 专门去发明一个 退出的操纵码 让某些人能够从 这种Sherry2SO里面 不需要跟着大家同意 自己进行退出 就是敲纵码的这种争论 会是净乎是无止境的 它总会有人会去说 而且说是 Element可能就比现在大Stack的Size 有更大了 Element 或者说占了深度 种种的问题就都来了 闪亮网络还有没有 非契约的升级方案呢 其实是有的 像闪亮网络 非契约的升级方案 一个是Arc 一个是这几千万 比较外比较火 叫刺猬通道 这两个的话 其实都是基于了一个东西 叫Connector Transaction 通过Connector Transaction 我们可以在Bitcoin的 直接的链上 是作为更简单的一个通道方案 而并非是当心的这种 就不管是 是说是基于Opcode也好 还是说怎么也好 这种方案 还是叫这种 在基于7V模型 后面的话 一个重点的就是说 一个是去掉Wash Tower 去掉Wash Tower 其实重要一点就是 为了方便我们 潜台词就是 我们所有的参与的Counterparty 不需要在线 不需要一直在线的话 那我们的交互就会向DH 也就是大家可能 平时会去看Bitcoin资料里面 讲的非对称交易 这是我今天准备了 关于闪电网络这一部分 Bitcoin原生的Script 跟它的升级的一些内容 这个文章还没有完全完成 我只写了一部分 因为它后面会跟我们去讲 我们自己怎么去设计 我们的通道方案 还有结合哪些东西 或者有文章里面去呈现 今天的话 主要是一个 跟它去过一下 闪电网洛杉矶的一些 当线的实现 当线实现的一些问题 它未来还有哪些实现 大概就是这样 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些 对Type Asset 还有些问题的 或者说对闪电网 还有些问题的 或者说对于这通道的设计的 一些的 准则和害 一些设计的 可以得够聊聊 你是有了一体问的环节是吗 现在 对因为其实这些内容 准备的话 因为偏 take 我没有把它准备的特别 我居然曾听得似懂非懂 可能有些做 这些开发的应酬 就应该能听 不是特别的友好 可能因为写的也没有 没有专门去构图 因为目前这些资料也都比较少 好的 谢谢老师精彩的发言 你这边可能有些概念性的问题 想问一下您 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 因为刚才您在描述 契约那一部分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在站上读内容的事 我就比较我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是现在的比特币脚本 它是否支持在站上对数据进行任意的读取操作 打一个比方 比方说往比特币的站当中 推入了一个比特币的交易 在这个交易的第一个解锁脚本当中 在OP return里包含了一个数字跟它的哈希值 我想问的就是说 那么现在的比特币脚本 有没有能力从推入的这个交易当中 获取到OP return后面的内容 并且校验那个数字跟那个哈希值是否是对的 这个就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我们要去讲后面OPTX 和跟OPTXHAS这个内容的原因 因为现在你在Bitcoin里面 你能读到的都很少 甚至连你在PSBT input的internal key 现在是读不到的 甚至因此就是说 你会看到很多提案 就是为了把某个 就是UTX和某个字段的内容读进 这个stack中 然后专门去发明了一个OP code 写了一个新的BIT提案提上去 但这是很扯 所以说我会 我跟Natinabs 其实我跟Natinabs开发了 我跟BCD 我开发了这个CTV跟CS 就是这个TXNXEFRONSTACK 这两个交易的原因 他们自己我们讨论下来 我们还是比较赞同 在编程灵活性里面 就提杀HASH 就是一个他会遇到 这个stack里面的 这个size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刚才你说到的 我们要把OPTX吞进去 对吧 因为只有可能把OPTX吞进去了之后 像一些现在 发的一些名文 这种代币对吧 他才可能被Bitcoin 原生去剿验 要不然的话 只能说我们要靠一个 另外的indexer 我相信你问题是不是也是这个 这个是为什么大家只能用index的原因 对 为什么会去 叫我们去 过一个TXNXEFRONSTACK 好的 谢谢 其他的有没有问题 对 我们后面还会有专门去讲一个内容 可能会更复杂 废弃月的通道升级 我们之前所 可以说我们过去数年以来 我们的主要核心开发 比如说像 大家如果去看像L2这种 不管是L2还是像我们这件 现在用的闪亮网络 它就是在契约的这个基础之上 去做闪亮网络的扩容 它在这个思路呢 就是导致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两三年 去看Bitcoin的邮件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这种内容 全是讨论各种OPCode的 这种越讨论越多 越讨论越多 但是没有谁能说服谁 有些人你设计的更灵活 有些人说你不够安全 如果你是设计的不够灵活 有些人说的是你都不够灵活 那我们升级这个有什么用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面 最终就导致了现在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从踩破升级之后 其实我们很久没有迎来这种 可以让我们操作性 天纯上的这种操作性 很大提升的这种升级体验 所以说其实现在社区 逐渐我们是在走入第二种方向 非契约升级方向 就是说我们就抛弃 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 其实来让我们做到这种升级 我们过去已经有了 像check sequence 还有check lifetime 那其实已经够了 我们有了时间锁 那剩下的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 对UTXO本身编程的一些控制 来去做一些通道的 一些新的通道的设计 然后它很有可能是会 跟原来的Bitcoin的 lightning的设计会完全不一样 而且灵活性会更高的 目前来说已经有这个征兆了 我觉得可能是这两年 闪亮王龙通道未来发展的一个 新的一个重点吧 你好 我有个问题 你刚才提到就两种非契约升级的方式 其中一种是Arc Protocol 第二种是思维通道 Arc Protocol 其实我刚才找了一下 它其实在官网里面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基础convents 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没有convents的话 不能做到什么事情 没有convents也能做到非对称的通道设计 我其实很想了解的是 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我不确定你能不能比较简单的 给我介绍一下 这两种两个协议 它们分别是怎么做到 对称通道设计的 其实对称通道设计 就是很显得两方的 在交易的优先级 说会不会有一方处于优势或者劣势 始终是平等的这种状态 我们就把它称为就是对称的通道设计 像L2上后面的叫CTV 这些都是可以做到 你也看到Arc的文档对吧 那Arc为什么就说 collector是他提出来 所以他一直不会很好回答一些问题 这个是题外话 但是他怎么去做到 其实是本质是用的是 connector transaction 就是他的这个tallet 所以所有人会提到Arc 都会提到这个东西 connector connector是本质就是说 他在链下会有用 相信是说用Tap Pro的 进入一个VUTXO的output 然后我们在链上的时候 每次消费的时候 必须把这个connector transaction 然后作为我们其中输出之一 我们再把新的状态 再把它付到后面的output里面 这样子你可以叠张 你可以想象中用UTXO本身的方式 去架出一个链条来 它其实本质是什么呢 本质是CoinPo 就是说它其实Arc的假设是还是 它还是CoinPo模型 就是说L2是个非常重要的提出 虽然它不好用 L2的提出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它的衍生品 就CoinPo这个模型 CoinPo的模型就是说 我们在刚才我们提出了像Arc 就connector protocol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connector 我们在乘上旗下去连接这些交易 因为在CoinPo里面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是基于BIP218这个特性 去保证它链下状态更新 可以到链上去堆叠 但如果说没有这个情况下 我们只能说是每发起一笔交易 有一个connector transaction 它向V2XO记录了链下的状态 你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它是作为 然后记录这链下状态 它而且还会被作为其中的一个条件 作为下一次的 下一次的更新的一个输入 更新的一个输入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通过这种非契约的方式 通用UTXO模型的方式 去实现这个通道方案 其实它的对等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本质在用户层面的感受 它就是个CoinPo 只是说它的外在实现 是一个这样connector transaction 这里会不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CoinPo的output 其实是一个transaction 如果很多人都同时想要withdraw的话 会不会出现问题 你的图里面就是有个unilateral 的withdrawal 这个是比较老的 这是非 这个比较老的 这个是非老的财富 我的理解是 VTSO 是我想知道 就是VTSO是不是一个交易 还是很多交易 如果 如果很多用户同时想要withdraw的话 会不会出现 比如说 CoinPo 就是 UTXO contention 你要去提取解除的是 我理解的话 是你要去提出这个电键 UTXO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提出了之后 大家去凑一个让你存在的状态 所以说 它会有一个相当于 类似于排序问题 所以H5它其实会有点 它都会需要一个类似于sequence 这种小的模型 它又有决定 有些人会在交易起来 有些人会在交易后 它不但 就因为你说的 因为它是下了UTXO 一个C1就只能解锁一次 它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说但是你会理解 你可以理解它不是耽搁 它是会像一个连续顺序 这样解锁出来 也解锁也是这种状态 好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时间已经到了 其实我还是 还想了解一下 就你说的那四维通道 然后还有一点 我想知道有没有 我看到一下 我只是非常简单的 看到一下 ARK protocol 我我发现就是 它的资料其实是很少的 也没有代码 然后对对对 ARK是有一个问题 ARK其实是非常创新的提出了 我们给它创始人是研究的 产业完了 就提出了这个Polkar 很创新提出了Conker的概念 但是它并没有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样 它的那个 我们之前提出了 你是有可能会出现那种双花问题 我在 我给你去ARK上去交易的时候 你有可能出现双花 这种情况的 但是呢 对他来说 他就没有去解释清楚 就是在双 有一个用户跟service维护方 他在他一起在操作的情况下 他怎么去往后执行的这个问题 有可能会被双花 两个传统起来 他没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就是他Polkar action 他的怎么去 他其中还有重要概念是Polkar action 他这意思是每次的状态更新 他他在Telegram回答了一个非常傻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对收集很多人的交易 保证每一个人的每一次的交易都会上一次链 那我其实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太理想的 因为他的这种假设是一直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交易 然后我总是能够拼车别人的交易上去 然后那这些是没有从本质上去解决的问题 就其实在后面的就像思维通道是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supertestnet去提出的 思维通道的英语是什么 我想搜一下 你就搜supertestnet的推特 哦好的 supertestnet推特是吧 老师可还有个小问题 就是您您左边那些是discoco的文章吗 是已经发表的文章还是您个人的 个人的 啊好的 那没事 没有把它收起来 被你这个丰富的内容 左边丰富的目录给震撼中 也是研究了一些 还是设计文章 但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一个那个进展就是supertestnet啊 他们有个hashhawk 他们他们最近刚提的一个 异步的一个那个双向的bc的payment 这个有 它有什么概括吗 因为还没来得继续看呢 你说就刚才提到 我可以把链接 对就是这个刺猬碰到吧 我理解就是就是这个东西 哦 可以把链接 贴到两天记录里 哦 Eric 我说好熟 啊对 哈哈哈 是 对 所以就想问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这种 就是revocable的 对 就是刚才提到第二种 第二种升级体验 也算是一种吧 但是它其实只解决了一部分的在 通道上的问题 它还不是一个完全体 它只能说 我理解现在就是 也更好用了coinpo吧 我觉得可能是 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但是你要说 往后面的话 我觉得还 可能还 需要很多要做的 好 感谢 感谢 因为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课 就大家有问题就抓紧了 明天就没有了啊 大家还有问题没有 问七老师 好像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 感谢 范你好 这文章能不能就是分享一下 你说这个 这个文章是吗 这个过几天我们会发一篇文章 专门发现文章出来 比较完整的内容 就比这个还更完整一些 一读一点吧 这个可能有点 就像是快速 take review 期待期待 到时候可以在 我们群里面发一下 好的 哪个群 我确定是 有一个btc的课程群 到时候没事 你们在hackhouse的 我到时候发了 我转过去 好的 谢谢 好 没事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 笨老师 谢谢 拜拜 拜拜